话语时机,他的一生,完美了我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欢迎来到今日,1月30日,星期二,由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为大家准备的每日灵修 标题为,因为相信,所以说话 但我们既同有信心之灵,正如经上记着说 我因信,所以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 重要的是,你要经常对自己的生命发出信心的宣告 每天都要宣告你的生命是美好的,是充满荣耀的 因为你相信所说出来,宣告你活在基督耶稣里 没有疾病,没有虚弱,活得富足 如果你说不出来,你就无法拥有它 如果你没有持续确认自己生活在健康之中 疾病就会早上门来 这就像农夫没有在田里种下正确的种子一样 错误的种子会长大 因此,要始终宣告神圣的健康 拒绝,关节炎,中风,胸痛,偏头痛,糖尿病,心脏病,血液感染等疾病 宣告你的身体里没有地方容纳这些疾病或其他任何疾病 荣耀归于神 神已经给了你超凡脱俗的生命 绝对主宰和统治的生命 祂已经使你得胜 祂对亚伯拉罕说 我立你做多国的父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祂没有说我将要使你成为 祂呼唤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 同样的神现在也对你说 我已使你成功 我已使你健康强壮 我已使你繁荣幸胜 我已使你成为了君尊的祭司 因此,让自己与祂的正理保持一致 以祂对你的称呼来称呼自己 说与祂一致的话就是这样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做的 圣经说 他在没有希望的时候 人在希望中相信 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幸而动摇 反倒信心坚固 将荣耀归于神 罗马书四章十八支二十节 回想一下 神把他的名字从假定的父亲 亚伯拉 改为众人的 父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相信 并按照对他的称呼 称呼自己 他向别人介绍自己是众人的父 他信 所以他说 他的信心宣告 使他一月成为拥有者 他的信心创造了以撒 神是配得称颂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宣告 我的生命是美好 而充满荣耀的 我走在绝对的掌控 得胜 安全 健康 完整 而神圣的健康中 因为我在基督里 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他的智慧 公义 平安 荣耀和喜乐 通过我表达出来 我对神话语的信心就是胜过世界的胜利 最后 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经文 马克福音11章23节 罗马书10章9至10节 哥林多前书2章12至13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